大家好 我叫阳光和 是来自贵州的少数民族苗族 我只会说中部方圆的苗语 所以西部方圆我只听得懂30%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第二个节目叫做电传 传笔孔 是我自己独创的节目 大家可以看电传的传头有10公分长 从我的鼻孔那里比一下 超出了我的眼睛 如果这横着进去的话 你们可以看 但我的耳朵不稳去了 我现在试一下这个电带有没有通电啊 已经通电了 接下来我要把这么长的转头开上电 从我的鼻孔转进去 可能会有朋友们怀疑我这个转头是不是软的 是不是假的 会不会伸缩啊 我给你们看一看 这个节目不是软的啊 软了它就弯下来了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硬邦邦的转头 好朋友们 接下来电传 转鼻孔马上开始 先鼓掌 后续掌 好吗 掌声 掌声 自由演员 转鼻孔马上开始 转鼻孔马上开始 感谢 其他的人不要模仿哈 其他人不要模仿 特意 给我 好 接下来呢 我表演完了两个节目啊 后面还有精彩的节目 接下来我让我的 我的爱人给你们表演一个 比较喜庆的节目 这个节目叫做放鞭炮 怎么放鞭炮呢 就是把鞭炮绑在手上来放啊 也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好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鞭炮 好 有位朋友有火机的 借用一下啊 好 大家可以看鞭炮贴在手上了 这样炸的话会有什么感觉呢 这个是一个民间的 也是我们苗族的绝技 我们苗族有很多民间绝技 有上刀山下河海之类的 所以这个放鞭炮呢 也是我独创的一个节目 好 鞭炮马上响起来 大家的掌声也响起来好吗 有香烟没有 因为这个好像风太大 好 炮竹生生辞旧税啊 好 谢谢大家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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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手上来是安然无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